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人不是赞同亲上加亲吗 那么究竟哪些亲属关系不能结婚 亲属关系又有怎样的法律效力呢 带着上述一问 我们开始学习第四讲 亲属制度的关系架构 这一讲将为我们回答上述一问 亲属制度是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婚姻家庭法的重要内容 亲属制度是有关亲属关系 或婚姻家庭关系的通责性的规定 是亲属法或婚姻家庭法 对亲属关系所做的原理性的界定或说明 亲属制度 既包括亲属、亲系、亲等等一系列 与亲属有关的概念 也包括亲属关系的发生和消灭 亲属关系远近的计算方法 如罗马法计算法、寺院法计算法 和我国的代数计算法 以及亲属关系的效力 如亲属在民法、婚姻法、刑法、诉讼法 劳动法等法律规范中 产生的不同的法律效力 本讲主要关注四方面内容 一是亲属的含义 二是亲属的分类 三是亲属的计算 四是亲属的效力 我们先学习亲属的含义 你知道什么是亲属吗? 我认为亲属是和自己具有直接 或者间接血缘关系 或者婚姻关系的一类群体 它通常能够和我们一起 共同分享快乐 亦或分担痛苦或者是困难 我认为亲属之间 具有常人所不具备的一种特别亲密的关系 我们可以把亲属看成是一个网络 它是以婚姻为基础 以血缘为经纬 编制而成的这个关系 我所理解的亲属 大致应该是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这样一群人 我觉得亲属就是基于血缘或者婚姻这样关系 而有的紧密相连关系的人就是亲属 亲属它既有生物学意义上的 也有法学意义上的 但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亲属的范围更加广泛一些 那法学意义上的就相对于狭窄一些 法学意义上的亲属主要是指质于 余定的婚姻关系 收养关系或者是血缘关系 而产生的一系列的社会关系 亲属包括哪些人 亲属包括我们的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 我们的舅舅 阿姨 还有我们的叔叔 以及他们的配偶 这一类人都是我们的亲属 亲属包括我们的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 兄弟姐妹 还有 姑婶姨 叔伯舅 亲属包括我的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 叔叔姑姑 舅舅 还有我的兄弟姐妹 父母 兄弟姐妹 然后子女 祖父母 外祖父母等这样的人吧 亲属主要包括是配偶 父母 子女 祖父母 外祖父母 孙子女 外孙子女 以及兄弟姐妹 等等 一是亲属的概念和特征 时代不同 对亲属的理解与界定也有所不同 在我国古代 亲属之间具有不同于常人的 相称相续的关系 古籍中的亲与属 常常是分开使用的 礼记大传在 亲者续也 汉如刘夕在市民 是亲属中称 亲者称也 盐香饮称也 属续也 恩香连属也 只是到了后世 才讲亲与属联佑 七含义合一 沿佑至今 除亲属外 还有亲切亲族的称谓 在当代 亲属 只基于婚姻 血缘和法律拟制 而形成的 具有权力 义务内容的社会关系 亲属关系 是彼此之间具有特定的身份 和固定的称谓 亲属制度的内容 涉及身份和称谓 以及亲属之间形成的 权力义务关系 例如父母子女关系 祖孙关系等 基于亲属的自然属性 和社会属性 可把亲属分为两种 生物学上的亲属 和法律上的亲属 生物学上的亲属 它泛指由婚姻血缘 所连结的 一切具有血缘同源性 因缘相关性的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类亲属的范围 它可以上下各代 延续无穷 举目结亲 四海之内结兄弟 是其最经典的描述 法律上的亲属 是指受法律调整 由法律确认权力义务关系的亲属 仅包括一定范围内的 生物学意义上的亲属 以及女质血亲 其适用的范围较狭小 本讲所说的亲属 主要是指法律意义上的亲属 这种亲属具有以下法律特征 第一 亲属关系具有一定的法律性 亲属关系的法律性 是指亲属之间 具有一定的权力义务关系 第二 亲属关系的产生 具有一定的原因性 亲属关系的产生 均基于一定的原因 具体原因有三个 一是婚姻关系 二是血缘关系 三是法律拟制 例如 因婚姻关系产生的亲属 包括配偶和姻亲 如夫妻 岳父母等 因血缘关系产生的亲属 限于自然血亲 如父母 子女 兄弟姐妹等 因法律拟制产生的亲属 主要是因 某种法律事实 或某种法律行为产生 如 收养关系 导致的养父母 与养子女的关系 亲属关系的身份性 当事人之间形成的 亲属身份 一经确定 便不可随意变更和解除 且因血缘产生的身份 具有永久性 他不会因为任何法律事实 而发生变更 例如父母子女关系 因婚姻和法律拟制产生的亲属关系 虽然可能发生变更 但法律会保护合法的亲属关系 亲属关系的法律特征 是其区别于生物学上的亲属关系的重要依据 二是亲属与家属家庭成员的区别 亲属不同于家属 家属是家长的对称 我国古代实行家长制 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家长 除家长外 其他的家庭成员均被称为家属 包括家长的妻子儿女等 家属与家长的主要区别是 亲属的范围要远远多于家属 亲属不一定是家属 例如姑姑是亲属 但不一定是家属 第二 亲属与家庭成员 家庭成员是指同居一家 共同生活并互有权利义务的亲属 在古代 几代同堂 共同居住 家庭成员较多 在现代 家庭规模缩小 家庭成员一般只限于 父母子女 祖父母 外祖父母等 近亲属的范围之内 家庭成员只是亲属中的一小部分 亲属的范围要更广泛 因此 家庭成员一定是亲属 而亲属不一定是家庭成员